謝榮的責任的問題 顯然 今天很明顯的 你除了說用烤雞處分他以外 你還真沒有第二個辦法 平常的時候我想 我想機關裡面 任何一個主管都有他上級的主管吧 可是我就直接講 上級主管根本就失控啦 甚至他的上級主管 其實也現在捲入風暴當中 他的上上級主管 到現在已經 因為已經離職了 基本上找他 他就一推二五六啊 連要他出來面對真相 我們的公務機關 連這個能力都沒有 今天謝榮如果 今天國會改革通過 今天就可以把他叫來立法院 把霸凌的真相完整交代了 我想請教 因為考試院其實 對於這個公務人員 不管是權力保障 都是至關重要的單位嘛 所以這一件事情 我有兩個面向 要來請教一下那個秘書長 或是可以請相關的首長 也可以來跟大家釐清一下 第一個就是謝榮到底要負擔什麼樣的責任 在公務員的身份上 那他如果是涉及對他的下屬 在職場進行霸凌 這第一個面向 那第二個面向就是受霸凌致死 的這個員工 那他可以得到什麼樣權力的保障 那首先我也必須表示真的是非常遺憾 我想那個秘書長大家也知道 因為我在看到整個相關的一個過程 跟大家介入的一些最後事實的真相 那這位公務員 他其實非常認真努力 你看他這個每天早上 可能大概五六點就去上班 然後呢 加班加到深夜 可是打卡時間 竟然就是在四點的時候打卡 也換言之 呃 當面對霸凌的時候 他還是非常努力認真的工作 甚至在選擇這個 呃 這個 親身的時候 他還把他的工作完成 所以那時候他也有同仁就是揭露出來 就是他把這個 上司 不合理要求的工作完成之後 也付出了他的生命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也顯現出我們今天那個公務的 那個單位 文官的裡面 實際上 這文官的保障 不只是外部 甚至內部的部分 我覺得都出了很多的問題 這個真的是一個要好好檢討的地方 那我首先想要請教一下 那謝宜龍 當然一般我們可以區分 所謂的刑事 行政跟民事責任嘛 那刑事的部分的話 如果說今天 不要舉個例子 就是請問秘書長 你大概有看到他的辦 那個這位分署長 謝宜龍他辦公室 非常的奢華 花了很大的錢裝潢 然後也耗了很多的電費 像這種公務員的這種所謂的 機關的首長 那麼浪費公堂 然後去這個鋪張 奢華 這種情況之下 在我們的相關的法規之下 有什麼樣的一個方式來約束 跟規範的呢 我是不是請施部長 就服務法的部分來說 謝謝 跟委員報告 我想當然服務法 雖然都是有類似的條件 不過更具體的講 就是用烤雞法 烤雞 我想 我們烤雞法適用到所有的同仁 包括主管 所以我要講 就只是 只剩下烤雞的 所謂的那個 現在主要還是 對 只有打烤雞的問題而已 所以沒有辦法對他有任何的約束 不是 那平常的時候我想 我想機關裡面 任何一個主管 都有他上級的主管嘛 對 那上級的主管是 可是我就直接講 上級主管根本就失控啦 甚至他的上級主管 其實也現在卷入風暴當中 他的上上級主管 到現在已經 因為已經離職了 基本上 找他 他就一推二五六啊 對我理解啦 這個但是這個 行政機關裡面就是 我要跟部長講 最終回過的話 還是烤雞法 這個不斷 我要跟部長講 今天這件事情喔 我覺得我們文官在相關的一些 尤其基層文官 我們公務員 是處在非常弱勢的情況之下 顯然我們在法制上 對於公務人員 面對這種不合理的爛長官 他們的所謂的 威迫跟威壓 我們的保障是不足的 我不知道今天 考試院我們的部長 你們有沒有針對這個部分 覺得說 哪些部分可以強化 對於基層員工的保障 我想這個部分的保障 當然如果基層員工有 對於管理的措施 就是有任何 有任何意見 他都有一些管道可以上 不是 我現在不是講現有的 我就只問你嘛 來請問那個秘書長好了 你覺得現有的保障機制 是足夠的嗎 以這個個案來說 針對這個個案的發生 我們覺得很遺憾 那上個禮拜 其實我們 就是我們三個人 有曾經就這個事情交換意見 對 我們也覺得現行的 那個保障法的機制 那能不能請秘書長 告訴我 你們開會的研系的意見當中 你們的方向是什麼 怎麼補強 我都剛剛還只講奢華 我現在先問完 再問你這個補強的部分 從保障的部分 對 那想那個 因為現在大家都是說 就是就霸凌這個部分 並沒有在相關的法律當中 有清楚的定義跟定位 對 就這個部分法制面 的確過去做的不足 所以需要來做一些補強 所以我們也在研議說 從保障法 我這樣 我這樣細部問那個秘書長了 剛好還講說這位主管 這個奢華 浪費公堂 就搞自己的所謂的那個舒適 辦公室的舒適 霸凌也是啊 顯然霸凌目前來講 也是烤雞問題而已是不是 其實霸凌的問題的話 如果以現在 以現在的處理 他有懲戒懲處 對 各種的不同的管道啦 就懲戒懲處 他現在也不在乎懲戒懲 我就舉一個例子喔 這位分署長到現在我們覺得 國人真的最無法忍受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說 他還蠻會保護自己的 他非常會保護自己 顯然他也看中了今天我們公務員 保障系統裡面 相關喔 對於他的一個法律的一個強制力不足的問題 所以你會看到他 到現在為止 他還是不肯出面耶 錄個影帶就敷衍了事 我想請問喔 我們今天公務機關到底有什麼樣 有沒有力量強制他 今天至少要出來面對社會大陸說明真相呢 有沒有 你目前機制有沒有 現在就是 我看勞動部這邊的處理就是 把他借兩大過面子 我講的是你連 叫他出來面對真相 我們的公務機關連這個能力都沒有 你不覺得嗎 不是嗎 我現在講的是懲處當然是一定要懲處 但懲處已經是最低的 以他的狀況 大家對他介入 他在乎這個懲處嗎 了不起不幹這個公務員就算了嘛 可是現在你今天鬧出人命 一個機關有81個人被他逼到離職 我跟你講真的是離譜到不能再離譜 他 這種離譜齁 不只是個案的離譜 這種離譜只代表什麼呢 在機制面上顯然我們對這種所謂的 非常離譜誇張可惡的官員 已經沒有辦法去約束他嘛 不是嗎 秘書長你覺得 我覺得 如果上級機關能夠多理解 下級機關內部的管理狀況 我就跟你講 以現在來講 上級機關也失靈了嘛 就是說你今天靠人 其實已經走不通了嘛 上級機關今天 他上面的署長 乃至於前任的勞動部長 或現任的勞動部長 前任的勞動部長已經走了 現任的勞動部長已經請辭啦 那今天回到這個個案 那第二個問題 我也要再請教秘書長 也請我們的相關的那個部會 我剛剛只是講說今天謝宜蓉的責任的問題 顯然今天很明顯的 你除了說用烤機處分他以外 你還真沒有第二個辦法 那我也跟魏秘書長 事實上其實本來是有個辦法 可以把他叫來的 你知道吧 是什麼辦法 你知道吧 有一個辦法 就是立法院如果通過聽證調查 可以針對霸凌案 直接就把 叫到國會來做聽證調查 沒錯吧 依照原來的國會改革的規劃 沒錯吧 是啊 對 謝謝秘書長 但是我今天說真的 為什麼大家也不要 我跟你講 我最近對大法 我對大法官其實是很尊重的 但是最近大法官不管對於 實質廢實的判決 已經沒收國會改革 就拿國會改革這件事來講 今天謝宜蓉如果今天國會改革通過 今天就可以把他叫來立法院 把霸凌的真相完整交代了 我跟 我跟秘書長說 今天為什麼那麼在乎這件事情 因為 你今天不把整個發生的事件的過程 離得清清楚楚楚的話 你沒有辦法找出原因 請問你怎麼樣去做未來的防範呢 你說是吧 一定先把事件釐清嘛對不對 是 那現在因為這個案子也有 那個監察院會調查 我就問你嘛 監察院調查 我跟你直接保證啦 你相不相信啦 他調查一樣啦 一樣就是考基而已啦 考基處分而已啦 還能做什麼 監察院調查就是懲戒 那就是送到懲戒法院啦 對啊 那考基是刑事機關的 沒有 懲戒法院最後他 他最多也是不幹公務員嘛 呃 對 那但是 對啊 看 政院也有 如果他有涉及到刑責 沒有 我要 刑責他講是貪毒的問題 講的還不是霸凌啦 那是不同的層次啊 他有沒有涉及貪毒 那形式要整辦 但今天我面臨的另外一個課題 很嚴肅的課題是 公務員的霸凌問題 我直接跟各位講 我就今天請所有今天在看我們今天 司法法治文會 不是有一個很明顯的結論嘛 拿他沒責嘛 他基本上 面對這麼惡直的行為 他實際上是不用付出 除了說今天叫他滾蛋以外 他不用付出什麼代價了 那對導演他在乎滾蛋嗎 KS Royal Faith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系列 他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撫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ith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 火腹路 全俏精華 精華說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天安 天安 如果有意外 都會得到 潮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